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这个单元里面的一个实作 因为实作稍微复杂了一点 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个系统规划的描述 那另外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效率分析 Performance Analysis 这个可以提供大家在做发展过程中间 可以分析我们程式码的效率 或选择比较好的实现方式 那首先在我们的实作里面 我们的系统会有分为输入跟输出 在输入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类比对数位转换器 去读取我们开发版 上面的可变电阻的分压电阻 可变电阻上面的分压 那这个分压读取完之后呢我们会再显示出来 那在输入部分呢 其实另外一个输入其实是我们电脑上的终端机软体 那我们用键盘输入触发讯号 或者是读取信号 平均读取信号 Rs232经过UR来通知处理器 这个详细的过程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输出呢就只有一个处理器 可以透过UR经过Rs232把值传给电脑 那由中端D的中端DG这个软体来显示 那我们会显示取样的值及转换后真正的电压值 那在系统的操作呢 我们使用者呢可以输入大写的A或小写的A表示 我要去触发取样 我要去取样那个可变电阻分压电压 然后另外呢取样完成之后 这个电压我们会把它存到另外一个变数 那将ADC转换的结果与电压值传回到终端机显示 那另外如果使用者输入的是大写的M或小写的M处理器 传回的值会是前面10笔取样的平均值 那在周边设定里面啊 我们会使用到的那个ADC是单次取样软体触发 我想这个前面的课程我们已经提过了 那解析度设为12bit 那在那个通讯方面我们使用UR的模式 那设定的资料框架不限 那我们在使用的那个通讯模式呢 速度是9600 那那个位元bit数8 那没有那个同位元检查 那stop it是设为1 这个是在前面的课程里面都设过了 我们就不再赘述 那在ADC这边呢 我们不需要调整取样时间 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使用转换完成中段 所以我们在那个ADC 在PDG2设定ADC的时候 要记得把这个选项勾选起来 那当然要记得 那个中段的那个服务程式名称 要记得因为这个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那个HUE里面 针对这个名称去写中段服务程式 那在这部分除了刚刚转换的那个 转换的显示跟触发以外 因为在这边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把原本的那个 原本的那个读到的值要输出 读到的值输出必须以 以那个把原本的数字转成那个字元的形式 那在翻例里面我们使用了两种方式来进行 变数内容转换成字串的动作 那至于哪种方式比较好 其实我们很难从西元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 我们利用发展系统所提供的 那个Performance Analysis功能 我们可以比较两边转换的速度 那另外呢 速度以外 程式码的大小也有不同 也就是说除了时间 另外一个成本叫空间 程式码的记忆体使用大小 所以在这部分呢 我们使用那个开发环境所产生的一个Map档 可以比较程式码的大小 那Map档基本上是在Link的时候产生的 Link的动作无疑是把所有的可执行程式码 整合成一个档 所以它会做记忆体的分配 那这个过程呢 分配的结果会显示在Map档 那程式呢其实是分不同的功能 分成很多的Section 存放不同的内容 那我们的程式是放在ProgramSection里面 那它的名称是定义成P 那这个Map档存放的位置 其实在整个专案的纸目录里面的Debug资料夹 所以在那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跟专案名称相同的Map档 副档名是Map档 那把它点开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程式码的那个 所占的Address 跟所占的那个记忆体大小 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写法 所占的记忆体空间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希望告诉大家 其实近代的发言系统常常提供一个很好的功能 叫做Performance Analysis 那再点击了我们Hue里面的那个选单 View里面呢会有一个Performance选项 那这个当然这个选项在比较下面的部分 请大家要稍微看一下 那Performance选项里面有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直选项 就是那个Performance Analysis 好 那选完之后 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发言系统里面出现一个直视窗 这个视窗就长成这样子 在那个Performance Analysis的视窗之上面呢 我们在No Use上面做那个Double Click 那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的设定 在这边红框的部分 我们把它点出来 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的设定 那在我们的设定里面呢 我们要使用的是 我们希望看到执行经过多少的那个CPU的cycle 也就是它的那个系统的时脈有多少 所以我们这边选用的是ExecuteCycle这边 那之后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某一段程式嘛 所耗费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那个Start Event这边 也就是我们所希望看 所希望量测程式的起点点击一个Add 然后呢 在我们程式嘛都已经砍拍了完 也下载到那个处理器里面呢 我们视窗其实在在那个编辑视窗左边 其实会有一个那个记忆体位置 那在你有兴趣的记忆体部分 把程式的address敲进去之后 按OK 然后相同的动作在那个Start Event这边 也是做Add的动作 一样要把结束的部分的记忆体位置敲进去 那通常要注意的是我们 在结束记忆体的位置 是我们有兴趣的程式区块的下一行 好 那按OK之后 那我们勾选单次的那个Meturement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按Apply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设定 那在完成设定之后 呃 视窗里面呢 呃就 就会呃有 呃 适当的记录 所以只要在程式执行完 呃呃 执行过后 然后我们要记得把程式啊 做中断 做Stop的动作 这个时候Promos Energy中间就会出现说 呃我们在我们所定义的起点跟终点 呃执行的过程中间需要多少的cycle 那说多少cycle之后 如果啊 如果我们对于执行时间有兴趣 那我们可以在刚才的那个Promos Energy Setup的这个啊 紫页框里面呢 顺便输入我们实际上我们的那个 呃处理器的时迈 那时迈 当然是备屏之后并不是输入的啊 呃 clock 而是备屏之后的系统时间 那系统时迈输入之后 他就可以帮我们 呃显示出我们实际上 啊 在这个呃程式码里面我们 啊 这两段程式码里面我们使用了多少的那个CPU的cycle 啊 我们的时迈 啊 经过了几个cycle 啊 那另外呢 啊 对应到真正的时间 啊 我们也会知道我们真正执行了多少时间 那在我们的那个实作的范例里面 我们也会有 我们也会直接告诉大家 啊 怎么去做量测怎么去比较 那这样的Promos的Analysis Tool 啊 对于我们日后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而因为呢 我们就不用啊 啊 我们就不用用去猜说 到底我的程式码如果啊 啊 很耗时 没办法及时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这个工具 去侦测到真的啊 消耗时间的程式码 那针对这段程式码呢 做一个最佳化 那以上就是我们实作的部分 那我们也顺便啊 介绍了PromosAnalysis这样的工具给大家啊 希望大家可以顺利的应用在实作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